去年1月起台湾正式开放 莱克多巴胺美国猪肉进口冲击的国产养猪业 苗栗县养猪协会就特别举办了 地产地销推广集成国展示记者会了 呼吁消费者要认明国产猪肉标章 确保不含瘦肉精无药物残留等安全把关 来提升消费者对国产健康猪肉的信心 中西市客家味等国产猪料理 色香味俱全更重要的是还能吃得安心有保障 有鉴于国人食用猪肉量大 中秋节也即将到来 烤肉料理等猪肉需求量增加 苗栗县养猪协会特别举办地产地销推广 以及成果展示记者会 目前来讲我们是绝对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而且我们的温体猪肉本身在传统市场 受到大众的欢迎 尤其像我们苗栗我们养猪协会所有的会员 本身对于污染防治非常的重视 尤其我们对于那么病死序的疾应业务 我们做得非常的弱实 所以几乎不会有病死序流到外面去 苗栗县约饲养6万多头猪汁 以造桥香为最大产区 近年来全县配合政府 持续将养猪场现代化转型升级 包括环境改善污染防治 节水减费等 也向农委会申请台湾猪认证标章 中秋节前夕大家都会想到就是烤肉 烤肉唯一的就是选择我们台湾猪 只要你在摊位上面 认明那个标志就可以放心 不会吃到莱克多巴胺 也不会有不良的你的疑虑 选择台湾猪 大家都可以开心的烤肉 开心的吃猪肉 认明标章不仅将国产猪肉与美国猪肉做区隔 也藉由产地来源明确 为消费者安全把关 希望民众透过公开宣传推广 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健康猪肉 促进养猪产业永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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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